可能會裸體出現 要這樣 說不要先不要 因為可以這樣做標題沒關係 初實體裸體出現 我會說三點的裸體出現 因為我第一次拍寫真書 我不知道原來要 竹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為只要貼胸貼 那個地方就貼膚色膠帶 那個攝影師整個傻眼說 屁股的那條線都不見了 陳子萱脫了 圓夢拍全裸血針 真的很想脫 我要自我介紹嗎 陳子萱消失八點檔後 進行各種斜槓 近期還拍攝了火辣辣的 數位全裸血針 他只是完成了17歲的夢想對不對 對 隔了15年 他又覺得說應該是為了我們的標題 或者是點擊率 所以講一些比較誇張的事情 那完全沒有啊 我就是真的很想脫 這可以講嗎 想脫原因是想要鼓勵就是跟我一樣 譬如說離過婚 或者是生過小孩 因為其實有很多媽媽 或者是離婚 或者是失婚的都會留言給我 問我說怎麼走過來的 或是怎麼恢復身材 就是告訴大家說 雖然我已經很老了 33歲的老少女 離過婚有小孩 但是只要努力的就是保持身材 然後心態健康 然後愛每一個階段的自己 就是可以漂漂亮亮的 沒有17歲那麼膚淺了 因為我第一次拍寫真書 我不知道原來要 豬毛 嗯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為只要貼胸貼 那個地方就貼膚色膠帶 那個攝影師整個傻眼說 屁股的那條線都不見了 因為我很想要趕快拍完 你說那個當下嗎 會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怕熱 然後泡澡其實它是溫泉 所以我一直投癒 第二個是害羞 大家一直叫我拗屁股 我就拗不了 陳子璇今年的計畫 除了拍攝血增輯 他本人還是個血槓青年 還創立飾品品牌拍YT 結果自己的手作甜點銷量 比主打的飾品好 身體狀況也忙到亮紅燈 只是很無聊的 一開始只是在限動PO說 欸有人要吃我做的血Q餅嗎 因為我以前有在那個麵包店上過班 結果就30份 100份 300份 1000份 就是賣的比飾品還好 喔真的喔 那個品牌瞬間變成賣甜點的 真的嗎 所以平均起來的話 你一個月都會賣什麼包 如果去除掉那一次1000包 平均一個月是500包 差不多500包 比我的飾品還要受歡迎 我真的很難過 我是賣飾品的唷 你百貪一天的體驗額可以多少 去台中那一次比較好有將近10 但平均呢 一天平均大概是6萬左右 6 7萬 其實我覺得很不錯 那個扣掉成本的 有一次好像是半年前吧 有一次是傳到 就是快要暈倒那樣 後來就去醫院 順便驗一下你的什麼肝指數啊 他說我的肝指數竟然有300多 正常是34 然後400就要住院 他就說叫我要好好睡覺 談到前夫細說一歌陳祈凱 陳子玄也大方回憶 這證明就是你前夫比較 比較紅的嘛 因為小孩的關係還是有聯絡 那你就是他有說什麼 都是因為小孩子的事情才聯絡 我例如說上小學 然後還有譬如說要送小孩子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跟前夫很少聯絡 不要聯絡吧他有女朋友耶 因為他小孩也會跟爸爸他們去玩 他有跟你說什麼嗎 小孩很喜歡姊姊 你說就是那個新嫩的女朋友這樣 我上個月在包選Q餅的時候 我就會說 XX都要來幫忙 他就說我不要 我要看那個氣桌台灣 爸爸跟姊姊那一段 我就轉給他看 我就打開YouTube轉給他看 假的 哎呀我眼睛夜障中啊 XX XX